大家好 这里是一球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我们这期的主要内容是欧洲杯的比赛 我们这个小组有英格兰 比利时 土耳其 跟葡萄牙 我们上期节目带领我们克鲁的青年军拿到了欧冠 也拿到了英超的冠军双冠王 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 欢迎回去补看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每次更新的话会有推送 另外请大家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我们接下来向前读个进度吧 冠军杯的奖金才这么点钱 按理说不合理 还是拿英超冠军感觉比较好 这个还不如现在英超冠军一个领头 英超冠军是一亿七千多万吧 冠军杯就是每过一轮都给一些钱 最后也不过财 我估计加一起可能也就三四千万了不起了吧 若苏斯竟然拿到欧冠的最佳球员 你这合理合适吗 可能进球多吧 好吧 这个阅度最佳居然是库克 原来李自连的库克 游戏也转换到西汉姆了 现实中现在应该在普次 普次茅夫吧 是怎么读吧 我们俱乐部资金收益这个赛季有四个多亿 天啊 卖人什么的 如果跟现实中俱乐部比的话 我们算收益最多的 收入了六个多亿 刨去直出啊 净转就是净收益有四个多亿 第一场对土耳其 我们看我们阵容啊 阵容调成这样吧 暂时是这样吧 433 感觉334其实有体力是 可能发挥次灵拉尔弗多进攻的能力 前腰阿里嘛 通常戴尔和沃德普劳斯 戴尔就踢后腰吧 他算 沃德普劳斯算接拍器吧 往上线没什么就不介绍了 这是我们首发 踢不厉害 做一堆小孩 我们如果踢得顺的话 可以挨个换来试试 土耳其都有随 恰秋啊 又没有摩尔还是叫什么 现在是不是应该还在这个 多特蒙德呢 也都比较有潜力的小孩 其他人都不认识了 远威 还不自己设 感觉传球点很多 空门 哎呦 这叫空门了 大气 把空门插足 沃德普劳斯 拉尔弗德 1-0 2靠个人能力 凯恩虽然数值还不错 但感觉年龄大了 速度真的好慢啊 加速只有111了 把它换下来吧 试试 这是小孩吧 这叫阿布拉哈姆 看看他怎么样 他速度至少快嘛 然后也属于高壮高壮的 190的 没事比凯恩 感觉更好一点 沃特普劳斯有点小 传球是不错 但是模型 放在中间有点吃亏 试试戴维斯 戴维斯跌挺高的 180 现场中有点瘦 不知道游戏里有没有长肌肉 戴维斯也小 游戏里魔警也小 那空球感觉比沃特普劳斯好一点 试门 斯林不进 踏进去吧 不要 哎 舍太烂了 这次进了吧 我去 你也想下场是吧 没前锋了 都什么 两个单刀 射成这样 阿里 阿里 搓 轻松 20 3-0 戴维斯要原射 3-0 还是很轻松的 这个 我说为首场散事没什么难度 佩洛牙第一轮输给比利时啊 C罗是不是退役了 应该退役了吧 都破牙 调整一下阵容啊 这个埃德沃兹啊 踢一下边路看看怎么样 左脚右脚 正好还是左脚 考克斯踢下戴尔 休息一下轮换一下吧 左边后背可以轮换一下 肖 塞尔迪翁吧 塞罗退役了 马丁斯 卡尔略 比奇 塞门多 两个塞门多 希尔瓦应该是那个 一塞米兰那个吧 其实整个来说感觉不太弱 那马丁斯和希尔瓦两个人也挺难缠的 卡尔略 踢后腰 数据量也不低 整个后防线 两个塞门多 潜力也都不错 那就比利时的有多强 都不跳就让人拿胸部把球停下来 马丁斯又开始了 我靠这不就是 啊6比1吓死我 这不就是 跟提谢尔西一个感觉吗 一个大中锋把球震过来 让马丁斯带球在狂跑 跑过后之后 再传给冲坚的空档 再传给他 再传给人 再传给他 再传给给他 再传给了 再传给了 第四个 TPS了 这个人 这一次呢 Yes 1比0 1比1 你这也太假了吧 阿里莫名的一个调球 我什么都没了 就让他我连加速都没了 就让他好好带球就行了 想赢球也不再这样 这样谁还跟你玩 这阿里是什么 那是阿里 那不是一个统卡球员 马尽斯又来了 怎么办 亏了他这帮队友还不太给力 3刀 2比1 阿里是不是都快当选这个 杯赛最佳射手了 哇 李珠 这个前锋 索伦克也基本上 等我这后部名单里逼下去了 我们先看我们队员成长情况吧 卡拉斯克进了4个球呢 那么厉害 就不太难了 这不就比利时吗 詹森没有入选这个国家队 詹森还俱乐部大人 亨利赫森入选了 好 我们这些轻信怎么样啊 鲁伊兹没怎么练的 替补替下比赛还涨3点 还不太能涨8点了 都82 如瓦25岁 数字都92 这也门将 大家玩生涯的话 可以考虑签一下 伊万斯 我编后卫练了练 清训小孩应该不错 长路慢慢再加次点 另外这个 艾普斯第奥 也是个清训的 右编后卫涨7点 伊万斯中后卫 第二阵容上替首发来着 71涨9点 瓦内31岁 瓦内顶峰可以搭92 杜弗里斯内 左边后卫 75 加4点 肖加2点到80 考虎斯也还在涨 加2点到83了 麦克纳米一个后腰也不错 加4点到75 维拉巴练了不少 73了 扑克巴顶峰92 太子总体潜力好像不是太高 模型也不好 后来就没怎么用他 米查德72 莫里斯加了9点到73 但感觉暂时还是不是太好用 还是接着练 布鲁文80了 布鲁文也不错 布鲁文特性模样中是 禁区内射手吧 什么这类的 都跟射门有关 马下顶峰应该估计91左右吧 布兰特也有89 皮特斯长了2点到81了 也不错 利瓦罗73 路易斯也练了一阵 到了这个72 他潜力行还90多 但目前为这也不是太好用 曼里克斯已经83了 涨3点 阿里的顶配就是91呗 蒋加了5点到72 也有点小 没花式 但潜力好 伊万斯加了4点到78了 伊万斯下载机应该会发挥吧 也四星花式呢 提前价不错 巴雷特出去转了一圈80了 还是三星 考斯潜力行也不错 现在也不怎么能用 墨洛88 我已经开始降数值了 贝尔涨了5点到79 下赛机没什么意外的话 就肯定奔90去了呗 戴球已经84了 什么也已经84 战森只要4点到82 战森这样一级表现不错 阿索罗82估计就这样 25岁 萨内顶峰吧 92 那也不会再变 莫尼一场这个比利时啊 一时很强的样子吧 估计我那肯定能赢啊 比利时还踢个3421 攻出去吧 我封线好前行 巴雷特亚一 卢卡库卡斯科 丹多克现在应该涨起来 迪拉曼斯约90多 1比1 先后进球 操旁线感觉不是太强 其实我们自己踢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 踢不厉害 奥里奇 德布劳内 都没首发 慕尼尔 斯特林 没开二十度 帮助我们 2比2踢平 看我们小组第几啊 我们竞胜球数 可能不一定能比得过比利时 我们还是小组第一 目前为止 董事会对我的工作 还是很满意的 下赛机继续留任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10号星期四 快凌晨了吧 23点37分 我来统计一下经历生涯的投票的大概的结果 优酷上啊基本上支持结束的多一点 41对27 B站上呢继续跟结束差不多 结束比继续多一票 YouTube上啊继续的人还是挺多的 24票对12票 然后我核算一下总和呀 所以我还是结束多3票 结束110票 继续是107票 那我们就依从这个大家的投票的意愿 我们把这个经历生涯就结束了 但是还是等提完欧洲杯之后 看看我们带宁格兰啊能走到哪里 有没有机会拿到欧洲杯冠军 可能还能再做一两期的样子 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 来自B站 这名朋友叫做5点去放羊 大家支持率也很高 有23个人给他点赞 他说从新开始 用都是来自中国的清训的球员啊 阵容中中国人越多越好 最后呢只叫中国国家队打世界杯 他这个想法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和我之前做生涯的方法完全没有重复 之前也用过这个清训啊 但是从来没有过 从一开始就用清训球员提比赛 所以这个挑战对我来说 觉得也挺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等克鲁经济生涯之后结束啊 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 另外还有不少这个朋友建议做球员生涯 再等等吧 因为球员生涯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所有模式也提起来最无聊的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 和另外这个21个AI在提嘛 其实AI控制队友也不是很给力 所以其实提起来还是很无聊的 因为5月底就出世界杯模式了嘛 我应该还会透露不少精力去世界杯模式 然后视频的内容呢 我会继续更新在城门之路里 然后我们新日数字也在做 然后还有这个新的生涯模式 到了七八月实在无聊的时候 可能我会更球员的生涯模式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上期节目的参与 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期节目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